您干过刷单吗?您做过打字员吗? 你想闲着没事赚点零花钱吗? 无论你是学生还是宝妈 只需要一部手机 在哪都能做 我不理 哈喽大家好我是辣妹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那些年 我在五八同城找兼职被骗的经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骗过 反正我身边被骗的人还是蛮多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物以类聚 智商不太好的人 反正都跟智商不太好的人一起玩 在看视频之前呢 请不要忘记为我点赞投币收藏 毕竟我兼职被骗已经很惨了 请给我点鼓励好吗 家人们老铁们 说起来的话 那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了 还要从我高中说起 在一个风和热烈的下午 我和我的姐妹正在逛街 女孩逛街能干嘛呀 无分也就是 之后在逛逛艾鸾鸾 Mixbox和七色花 买了几个便宜的项链和恶似以后 顿时就觉得这个钱呢 真就是不惊花呀 明显了咋整 我们几个人灵机一动 打开了五八同城 找兼职做做吧 什么男人不男人的 都不如靠自己的双手 去创造财富 我们几个人都表示这个主意吧 还不错 然后就在上面看了几家 比较靠谱的兼职 有发传单啊 还有那个模特啊 不是走梯台的那种模特 就是哪家洗浴中心 开业之后 去门口站着的那种门营模特 忽然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而定的兼职 没错 打字圆 一天八十到一百 那个年代最当红的女艺人 杨碧美子出一次台的费用 不过也就是五十块钱 看到这个我们几个人的脸上 瞬间就笑开了花 这份工作看起来 完全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而且我们也都是 21世纪的computer girl 都会打字 所以说这个打字圆的兼职 对我们来说 这是太合适不过了 而且在学校也可以搞 然后我们就联系了 这个打字圆兼职的HR 你好 我想加入你的team HR回话的 好的 欢迎您的加入 那我们这个兼职呢 是需要交一点保证金的 也不是很多 就两百块钱 那这个钱呢 就是如果你以后 有招业不做的话 它会圆反给你的 要么说那时候 真就是一些祖国的花朵 那是真不知道 这个社会的险恶呀 我现在也怀疑 我那时候我的脑子 可能是让尿给泡了 然后就交钱了 交钱了 之后他们就给你拉到 一个那个歪歪的房间 然后语音给你安排任务 他给你安排的都是一些啥任务 根本跟打字没有关系 就是让你注册各种各样的APP 你一个人注册还不行 还要连带着你朋友 跟你一起注册 人数你都拉不满 好就不行 妈我这时候就发现 有点不太对劲了 不是说好的打字员吗 天哪 搞这个东西干嘛呀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把钱推给我 我不干了 不然我骂臭 你祖动十八代 结果人家给我提了 我在他们那些任务的那些日志里面 看到了很多下面 有受害者的留言 都说自己被骗了 老娘顿时心就凉了半截 真想去世了都 这场骗局让本来就不富裕的 我还损失了200元巨额 我记得他当时还跟我说 你要不要抵心 如果你要抵心的话 要交500 得快我没交 其实我都还算好的 还有很多都是那些 像离了婚 带着孩子的宝妈 还有像残疾人什么的 好不容易找了个兼职 被骗了 真的巨惨 我们这些受害者 还专门建了个群 那一个群就有好几百个人了 而且那只是最近一段时间被骗的人 群里面的人有组织过 就是报警啊什么的 但是由于涉嫌金额实在是太小 警察都不管 所以这个事儿 他久而久之 就不了了之了 再给你们说一个 既然都已经提到打字缘了 那就不得不说 这个淘宝刷单元 这个的话我没有被骗过 但是我身边有很多很多朋友和同学 他们有被骗过 包括我表姐 淘宝刷单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我觉得就是不用我多说 你们也应该知道是怎么做的 就是一些淘宝卖家 他的那个店铺销量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他就雇人嘛 去他那个店铺里面刷单 提高他那个店铺的销量 做这个工作 他也是一样 还是要交押金 不过这个跟打字缘不同的是 有些人他真的靠这个赚了点钱 但也只是那么一点点 就是你能把押金赎回来就不错了 我表姐还特意给我演示了一次刷单流程 我跟你讲 那也是有点犯错 那一套流程下来 怎么也得有个十几分钟了 你想想你刷一单 也就个几块钱 你一天刷个十单 我估计你的脑袋都懵逼了 你就一天啥也不干 光刷单 我估计你也挣不上个二十块钱 你不如上那个公园捡瓶子去 由于这一系列操作实在是太过于麻烦 所以他们都放弃了 所以那个押金呢 也是没有要回来 然后再给你们说一说 我第二次被骗的经历 就是做那个麦杆画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就是用那个麦子杆 麦子杆 给它削薄了之后 拼成一幅画 然后就可以卖钱嘛 做一幅好像是给你个 八十还是一百 又是八十一百 这个兼职是在一个专门的 就是卖那个麦杆画的 一个门店里面找的 就也不能说是不靠谱 但是也不怎么靠谱就对的 也是在五八同城找的 我发现所有不靠谱的兼职行 都是从内上都找的 我们去的时候 那个画室里面 那个老师他跟我们说 就是要用那个麦子杆 拼一幅画 并且他还熟练的为我们演示了一遍 就是如何操作 刚好我们那个时候都是美术生 就看他做起来不还是蛮容易的 然后我们就说 那好吧 那我们就做这个好了 他也是要交押筋 这次我跟你讲 交了五百 脑袋又让尿给泡了 按理来说 这次找的兼职应该会比较靠谱 但是我跟你讲 那个老师 我现在遇到他 我跟你讲 我都会打死他 他给你演示的时候 他没有告诉你 你要拼多大的画 他只拿了一小幅 你知道吗 上面就寄个花 很快就拼完了 结果让我们做的时候 他又是牡丹 又是勺腰的 那么大一幅 他从20岁一直拼到我出嫁 能拼完那一幅 我跟你讲就不错了 你知道做那玩意有多不容易吗 你要把那个麦子杆 就是用那个小刀片 给它削薄 并且你还要用运斗去烫它 还要烫它色泽统一 然后还把它剪出来 剪出来之后往上粘 粘也就算了 你还要去描它那个模板 不光是描一个模板 我就能描个两三天 你就别说 你让我弄一幅画 你要让我耗时多久 我们几个人 忙活了一个多礼拜 才上交了一幅画 你要做买十幅画 他才能给你发一千块钱 那个时候天天用那个小刀片 削那个麦子杆 我跟你讲给我削的一手大水泡 我能下地干农活 我都没这样 弄了那一幅之后 我就想是赶紧拉刀 再别弄了 还是不如好好学习 就弄什么麦杆画 我他们拿命给你弄的 削了五百块钱的押金 也没给你退 我期间还暗访了很多 就是他那个工作室里面 就是跟我们一样被骗的人 都是一些中年妇女 还有一些家庭主妇什么的 没有一个人能完成那十幅画 拿到一千块钱的 也不知道现在那些画师的人 都怎么样了 我估计应该已经死了吧 以上给你们说的都是一些 被骗的小钱的一些故事 那接下来我要跟你们说的就是 我有一个朋友 他被骗到大钱 同样 也是在五八上面找的兼职 他那个项目把有点高端 我就是还不太懂 反正就是类似于像投资一样的 说好听点是理财 说难听点就是传销 你今天投一百进去 明天他给你反两百 你今天投两百进去 他明天给你反四百 然后你还可以拉身边的亲戚朋友 一起用这个理财软件 他也会给你提成的 那我那些朋友是怎么被骗上万块钱的呢 我给你讲 前期你用他的这个理财APP 上面就是投钱嘛 一百他能给你反两百 两百能给你反四百 就是这样利滚利 让你尝到了甜头之后 你现在不是从那上面越赚越多吗 那你就会投的更多 你就想着投的更多之后呢 那你赚的会更多 然后你就从原来的一两百到最后的一两千 一两千到四五千 四五千到五六千 你就往里头投 终于有一天你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 但是赔了全赔 赔的一根屌毛没有 一夜打回解放钱 包括到现在 我跟你讲 还有人在玩这个东西 上个月还有呢 社交软件上滑了个男的 起初是从诗词歌赋 跟我聊到人生哲学 聊了一个月 我跟你讲 他也是真有耐心 他就开始做他真正的任务了 让我跟他一起用那个理财APP 说什么真能赚到钱 你觉得我会相信他的鬼话吗 老娘根本不缺钱 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被骗的案例 希望大家都能引以为戒 其实这些被骗的人 就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 就是过于贪婪 当然贪婪也是人性的弱点 总想着自己能发点偏财 结果就吃亏上当 遭报应了 不过经历了这些被骗的经历以后 我在找工作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警惕了 总之大家一定要记住两点 像那种宣称工作轻松 报酬又高的工作 绝对有问题 第二点就是要让你先交钱的工作 我发现所有这种骗子工作 它唯一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它一定会让你先交钱 无论你是做这些小兼职 或者是做明星 做模特 练习生 只要是先让你交钱的这种 基本上就没好 所以说任何关于让你先交钱的工作 千万不要去 而且我们是来赚钱的 我们那么高贵 干嘛要先交钱啊 我比你们高贵 我是来赚钱的 是你聘请我为你干活 大家一定要脚踏实力 做人做事 希望你们永远都不会被骗 还有就是58同城这个软件 你能不能管制一下这种现象 那给我们求职者提供一个好的平台 你做点人事不好 买啥阿猫阿狗 啥野鸡公司都敢往上面招聘呢 好那今天的视频 当然就已经结束了 我就说这么多吧 如果大家喜欢听的话 我下一期可以给你们说一说 那些年我做过的兼职 比如说像什么卖酸奶 发船单 酒吧端盘子 好多好多 我做过好多兼职 好今天这个视频 倒是就已经结束了 最后说我快乐很 我刚才会给你们说一听的 谁是旁边呢 我没想念 所以我们还是那天没什么